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张钞票可能去过任何地方 接触过任何人 长期滞留在任何环境 纸币作为一种流通性极强的物品 是否会传染病毒 引起各方关注 纸币到底要不要消毒 该怎么消毒 中国建设银行周海警案之行行长余英强介绍 对于钞票的消毒 央行一直有严格规定 商业银行的现金业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银行贵源机一律实行能存不准取 能取不准存的原则 换言之 存款和取款的钱不会循环 不会交叉 你存入贵源机的钞票不会直接流转到其他人手里 然后确保客户在贵源机所取的钞票都是经过消毒的 而社会客户存入的钞票我们都会专相保管 并且进行那个专门的消毒后 在统一上缴我们银行的金库 确保从社会渠道上回收的现金呢 在消毒之前是不会再重新流入到那一个社会领域 余英强表示 防疫期间 钞票将会经过紫外线或高温消毒 高风险钞票则进行二次强化消毒 最后在金库里存放14天以上 再投放流动市场 通过贵源机取出的钞票 都是经过消毒和隔离 市民可以放心使用 基本不用担心病菌传播 据了解 涉及医院 农贸市场 公交企业等的回笼钞票 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建委 清点 与其他贵面的现金进行区分 接着进行消毒 在按照交款流程封包后 集中放入透明密封带 并在带内标注 医院 农贸市场 公交企业等滋样 最后上交到人民银行处理 余英强表示 疫情期间 倡议使用移动支付 但市民也可以放心使用钞票 因为有消杀和严格管控环节 通过钞票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已被降到最低 那个现金流通量比较大嘛 对不 谁都可以拿在手上的 那么也有失菌 病菌之类 从保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它几存或者是几取 我拿的也放心嘛 所以就是说从保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来说吧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